四川未来的经济震上级天赋新区 什么模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 现在是下午15点46分 看看这边这个模样 下面这条是江河吧 算是 这个叫福河 好家福河 我们湖北省会武汉那边 也有一条河叫福河 二条河是在武汉郊区 五六环的位置吧 它这个也差不多 好家伙名字都一样 地理位置也都差不多 我真的是直呼好家伙 不过武汉那边符合沿线 发展的没有 它这边这么狠 因为武汉那边没有国家接近区 湖北那边 它这边是有的嘛 所以它这边发展的超快超猛 你看这高楼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边是这个成都的武汉城区吧 往那边可以看出来一点 那边就没什么高楼 这边应该也是整个这个成都 目前建成区的 边缘这边房子也不便宜啊 你别看它是这个武汉城区 你看它这边这个环境就能看出来 它这边房价不低啊 好多都是这个两万左右的 一万大级两万左右嘛 这种宁家房估计就更贵啊 你看这宁家房 一万七啊一万八啊到两万啊两万多啊 两万三啊两万五啊 反正就这个价格啊 这附近的这一个 这是原来的这个老电线杆啊 它还没拆掉 可能有部分还在使用呢 这种原来这边应该就是 大家想象到那种那种 很老很破很旧的城区 然后这边房价可能 六七千的吧 应该像这种五环城区 五千左右吧 五千到七千 不能再高了 因为很多这个新鲜大城 四环城区也就是 八千到一万多了 那它这个就太夸张了 你看我这边 我还原来的老 变氧器 这应该确实是在使用吧 我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它转长暗线 还把这留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整个这边环境都非常的好 而且它这边也有共享单车 它整个这边共享单车 可以骑行的范围 我感觉比很多城市再大一下 很多城市就 中心城区那边可以 好多除了四环城区就不能骑了 它这边也可能是因为 这边是国家级兴趣的原因 可能是单独 在这边算的 和别的这个城市的算法都不一样 房价的算法不一样 共享单车的骑行范围算法也不一样 再往这边 这边就算是宁江的将近方了 它这个新区发展的真的是非常迅猛 2014年成立 到现在多少年 你看我这背后那都会搞老 这四周一圈 这才十数年啊 成立十数年 然后它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体量 已经冲到了 中国国家级新区里面的第五啊 第一肯定是浦东新区嘛 上海浦东新区 第一个成立的中国 现在应该也是破万亿的一个新区 然后剩下的这个国家的新区 其实都是向普通新区看齐 跟它对比较我 希望未来能赶超它 哇 以后哪一个新区要是赶超它的 你想想这个新区这里会变得多么厉害 媲美上海普通新区的那种存在 那整个这一个这周边的地价啊 这个房价啊 还有这边居住的人口啊 应该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嘛 应该是先提升这边的这个人口 人口往这边牵得越来越多 毕竟人才能创造各种经济社会效益啊 人才能这个消费 拉动这个经济的需求增长啊 你这个管靠极限的也不行 哇 好家伙 他这边还有非常厉害的这个住宅啊 你看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中国的第四代住宅 你看这里 非常大的那种 大坏原式的 这个也是非常少见啊 这个成都 进来住的也比较少 这样的住宅 大量的还是那个 第三代住宅就是这种 这个看着要新一些 但是后面的那一个很明显啊 感觉住的上面环境要更好一些 那么大的洋海 太夸张了啊 它那个好像是20071年建的 甚至比这一个新区 建成的还要早些 你就知道这个成都市有多厉害啊 很早就开始提前在这边布局了 肯定是先布局规划 然后最后在这个上报 然后最后批准成立 这说明他当时前去准备 建这个国家新区的时候 对这边其实就已经有展望了 那个时候在这边买房的人 现在肯定都赚了 你现在在这边买房的人 未来会不会赚 那个真的不好说 我 我 谢谢大家